第一是所有框線 第二是出外框線 第三是選取第一列之後 第二列之後的話 再做什麼? 底部雙框線 有三個動作 畫面先換給各位試一下 利用這個部分的話 就可以幫我們 將來如果你要把文件列印出去的時候 就會有框線了 那這個部分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你將來印出去 是沒有框線的話 恐怕會被人家退貨 一般性如果是表格 通常會給框線 那當然框線除了上框線之外 還要去加一些什麼顏色 將來顏色你也可以再加上去 油標先放在A1上面 Ctrl加Shift加向右 Ctrl-Shift按住 然後向右 向右一直到這邊 向下 它也整個可以 整個選起來 Ctrl加Shift就是選取 方向向右 這樣也可以整個選取 Ctrl-Shift向右向下 也可以選 不過你們反正就是 只要記至少一招 哪一招方便你就用哪一招 OK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做什麼? 把這邊的話加上什麼? 最後再加上這個 這個箭頭 總共會有四個範圍 那這三個 這三個是一樣的 這個不一樣 OK 那我們怎麼樣把這個箭頭給加上去呢? 首先的話第一個 一樣選取這個Leader範圍 往下選取 這邊按Ctrl-Shift 往下選取 你會發現 Ctrl-Shift按住 它兩個範圍都留下來 再按Ctrl-Shift OK 所以關鍵是Ctrl-Shift Ctrl-Shift 是多選 再利用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的圖示期 題目裡面要什麼? 五件 這個叫什麼? 五件號 這個 所以你就點這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 這個圖示期 圖示期裡面的五個箭頭 這個 OK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把它點擊 點擊這個 圖示期五件號 點下去 就完成了 題目裡面都有了 再來最後這個 也是一樣 一直往下選 選下來之後的話 那我們要做什麼? 做有點像一隻旗桿的那個 不過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有圖示期 它這邊有一個 不過它要設百分比 如果要設百分比的話 記得不要選這邊 選它下面其他規則 其他規則裡面呢 也有往上選 這邊這個 三旗字 OK 然後呢 90%的是這個旗字 10%的 以下的是這個 所以它有三種 按確定就可以了 關鍵就是要其他的 然後呢 修改這兩個 最後按確定就可以了 確定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它有百分比 比如說百分之 假如說百分之90以上的是這個 然後中間的 再來最下面的 當然它會按照它的那個 甘素多寡去給一個不一樣的旗子 這樣會看會比較清楚一些些 那最後的話 把這一列 第一、二列 設定底色 底色要什麼顏色呢 底色其實很簡單 你就在上面有個油漆筒 油漆筒它要什麼 淺綠色 題目裡面有個什麼 淺綠色 淺綠色 所以你就找一下 淺綠色是哪一個 選取之後 油漆筒 找一下淺綠色 油漆筒 油漆筒 它會告訴我是不是淺綠色 不過我印象中應該就是這個 淺綠 點下去 OK 那這一題就完成 請你把它另存新檔 108 這一題就完成了 做出來長這樣子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 那最後的話 你也可以預覽列印一下 看一下印出來的 大概樣子 是不是我們要的這個結果 OK